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 1 开始 刘松获得开启选择权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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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10点50这个时段的直播 石油现在正在击球的刘松对阵张建刚 张建刚在河北这个区域也算是知名的老将啊 对张建刚啊还有几位啊应该都是在早期的时候都是有在国内去打过斯文克的一个早期外卫赛 然后再后来慢慢的因为年龄啊等等就转回到黑八 毕竟大家最开始接触的都是从黑八然后再到斯文克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好像是我们看了这些天里边TV台的场次里边是不是唯一的一场两个小头干在对战 我客人感觉好像是第一场 因为某一场的话就算是有小头干 但肯定另一方应该也是一个大头干 这一场应该是唯一的一个两个 哦还真没有注意 不过没关系啊 不管大头干还是小头干 看一下两个人的一个走位和思路 花竹底干 我们看一下这个八毫球的一个架杆 边扣上的八毫球准度要求是比较高的 没问题啊 第一局 果然斯文克公比架杆还是比较过硬 开球清台 第二局张建刚开球 看一下张建刚的风球 方柜 白球啊 白球吊带的啊 这杆球吊带 干法上 有问题还是说有一些 主要还是目标球的一个位置啊 嗯 炸的不是说比较正 应该有些偏左 刘松柏这个位置也是看了一下是有没有可能打三高端去可以编铺的七号 这个还是一个老问题我们头两天提过啊 精力分散 嗯 难度进球上是不大的 但是还是说精力偏移在看白球行进路线上的一个K7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没太关注这个进球 这样的话绝佳机会又回到了张建刚手里 七还是要注意 对 七号球要提前找一个机会要先处理 一下 黄金一车 看起来 交参的一车 不说了 咱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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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续 咱续 7号位这个位置啊 白球叫呢 还是说不够理想 四号球中带 四号球中带这个球是有点小碍眼 看一下准度 没问题两空过来白球不要掉带 哎呦很危险啊 还是想两空过来冲击一下七号球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如果说去打掉中带一号 然后用三号去K78的话难度就是比较大了 张金刚也是过来看一下位置 可以选择打一之后啊 用三去K78的一个线路 也可以选择打掉一号之后 用三去掉七号球的中带或者是翻中带 看一下张金刚是怎么样来选择 十秒 岩石 这个很关键啊 所以说张金刚也是叫了个岩石 应该是叫翻带啊 感觉是不是要打中带啊 这个位置其实要翻带的话白球应该再往下一点 也是在摇头啊 真的切 准确度上出现问题 不过就算是刚才这一个球 其实已经是就差一点点要进啊 就算进 目前白球打七打八号球这个位置 在进攻八号上也是有问题 嗯 还是刚才没叫到翻带的好位置 对对 刚才翻带那一竿他本意应该是叫的比较直 像刘松来击球白球看看会不会掉带 哎呦 看就这样看这击贵总是啊 在一竿之内就换另外一个选手啊 互相一手的时间非常快啊 刘松也确实没考虑到啊 不计是 对 这个线路他觉得K球本来挺有把握 K不到就已经是很失误了 是 甚至于说吊带可能性在他的想法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嗯 第二局张建刚胜 你分一比一 第三局刘松开球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松的冲球 好 力量也是很足啊 不過啊,並沒有球落袋 換到張念剛上投機球 3號還是要下一些旋轉的,稍微抬起桿尾 對,小扎桿的效果 這樣的話可以去打2號球 處理2號球底帶的這個球的時候啊 因為首先2號球是比較薄,打完之後白球還會貼到9 儘量在力度上要控制好 如果你叫6號球,左下方底帶的話,輕勾一下6和9就可以 但是他好像不是這麼想的 主動選擇的一個防御 還是說覺得進攻難度比較大 放棄了先去進攻的機會 14號球中帶 一個土核,9船14號中帶 稍微船的薄了一點 這樣繼續還是張念剛來進攻 不過這剛進攻起來的難度還是有 首先他有兩個選擇 就是目前屏幕啊 他在瞄的一個4號球的一個編戶位置 還是擋帶口啊 沒有說球平下 雙方打還是比較謹慎啊 沒有太著急的去用進攻來打開局面 這盤球好像我感覺就是左邊那個10啊 還是10和5吧 嗯 這兩個球 嗯 花色球還可能還好一點 對 全色球都沒有什麼機會 附近有一些銜接去K開啊 這樣的一個打法啊 嗯 所以全色球張念剛嘛 剛才主動來防守 對 來雙方就開始拉鞠了 其實他在第一端主動防守的時候啊 白球往邊庫的9號球裡面放的時候 2號球可以打到左下方底帶 這樣的話 有機會打2號帶口的球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K5 不過他沒有選擇 他選擇的是 把左重點放在白球貼褲邊的一個力度控的時候 嗯 所以說是輕打 哦 一竿接力 本意肯定是不想接拉的一個縫隙 這竿也是很可惜啊 白球的運氣還是不錯啊 因為現在劉松來進攻難度還是很大 並且感覺劉松可能會做防守啊 啊 14 白球往屏幕上方去打 對 這也跟多年的一個斯諾克的職業素養有關 一般不會露出太明顯的好機會 不會進攻的 因為對手都是有一竿之勝的能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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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張天當也是很穩健啊 繼續的跟劉松來拼防守 這個局面現在是比較複雜了 一竿一竿打下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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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松继续防守 这杆防守加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右赛 力图的是想白球碰到左侧库边的时候 白球尽量往2号的下方去跑 不过赛还是太强了 或者说目标球打得太薄 所以说给张金刚留下了一个2号球进攻的机会 交到了中带 单色球 5颗漆啊 5号一定要提前处理 尽量啊 打进之后白球要出来 还是这个球啊 就不好说 首先它本身呢有那么一点点难度 对 旁边也有点碍眼 其实完全可以在包 而且白球它也在想 我碰到14之后 14不要给我黄仪打住 它要开的正 多少发点力 还是注意力啊 有分散 而且一强调宗带小角度发力的时候 多少在程度上也是心里 有些小问题 11号球底带 这一个流程要拼一个底带 没问题打进啊 这样的话场上的局面啊 来看 还是花车球进攻上是比较明朗的 自然的啊 高竿推不下来 叫15号同一个带 但是力度上还是稍小啊 看一下15号最干的一个胶位啊 是高竿两库 还是直接低竿走一库 诶 这球12号中带的话 不知道7号有没有形成一个碍眼的角度啊 应该是有打 那滴杆反散过来 继续叫到了底带 叫 把九叫十尽量叫的直一点啊 或者向上 对 十叫十四 然后十四 然后十四就八 然后十四就八 看这个 中低竿 谈一库 八号球底带 第三局 油松盛 比分二比一 大型文化旅游警员 全功能国际会展中心 休闲度假圣地 中信国安第一城 第四局 张建刚开九 三收工 二十五 三十五 一点 四 一 三十五 一 停 因为开球之后 在制球点附近的压住摆球纸的球还是有赛 所以说采犯用定位器来清理 2号球左下角有下的话 现在可以25一块去叫一叫 试试看23 说错了应该是6号球 站下来就位置 干话还是比较细腻的 没有下球这边 刚才说不定从这个力度来看 也不像是要轻轻带一下 有点太轻了 或许他想要的就是刮一个很薄的薄边 然后6号球够打对方刮的时候离开 这一干还要去K 打进了两库过来 本应应该还是一库去顶 但是因为目标就太薄 这一干应该他没有带多少太多的一个旋转或者实际干 这还是判断 对 判断或者是你出干的时候差一点点 在这种局面下就差很多了 是的 那么还是主动的去防一干 判断是给出了一个镜头啊 15号在库边上的一个贴裤还是不贴裤的一个情况 裁判员不宣告啊 应该是没有贴裤 一干打15号左边啊 下了一些低端的防守 这个基本上是大拼特拼 但是 又运气不错啊 这个 可是26这个情况也不好 有可能还要传货的用6G9 看一下张建刚的一个选择 2号悬中弹 观众请你们保持安静 谢谢 哇 真是好啊 这杆球还是不好打 还是要拼 嗯 准度不错啊 嗯 还是要面对难度 8号悬底弹 8号悬底弹 感觉总是有些小磕磕绊绊啊 嗯好的 张建刚一个两连船啊 这个有点意外 尤其是第一个船啊 尤其是第一个传球还是多少有一些运气的放到了对方的球 然后借力下 第五句 牛松开球 好 看一下冲球效果啊 嗯 从目前啊 两组颜色球分布的一个状况来看 花色球在进攻上优势还是比较准确 过在定色的方面上 10号球不知道单打会不会现在 7号球没有挡住 应该是有下啊 10号球中弹 这样的话 10号打进 可以去叫边裤的12号 然后用边裤的12号再去向上呢 去叫9号 对 这样的话 先把我们屏幕上方的花色球打掉 然后再下来 嗯 用中带的12和带口14 过多去打个8 嗯 价格安的功力还是真是不错 嗯 嗯 如果要是价格打得好的话 其实另一只手练不练也就无所谓了 价格能控制的范围可能更大一些 是的 嗯 哎 力度好的 一五之间钻过去叫中带 还是简单的横叫右上角呢 来看一下 叫右上角还是这边面比较大了 对 这样的话十三叫八啊 哦还有个十三号 八九中带 我说的一五之间钻过去是叫八 这还靠点普路 还有十三这样叫十三是不靠谱的 嗯 六局 雷松效果 加了一几几准 嗯 十六局 张建刚开球 嗯 白球啊 也是出现了开球白球掉带的一个情况 嗯 线后就要求 这样的话这一干机会又回到了刘松的手里 嗯 刘松也是过来再看一下进攻线路上的一些情况 首先啊 在他选择三号中带的时候白球停下了一个位置 看一下七号球 会不会下去直接叫一号或者是啊 再量这边的中带 嗯 他考虑了一下啊 中带和一号一起叫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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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叫1 直接一扣过来 两扣 3叫到1号 这边那1号需要个小准度 而且要下一节低杆 抬高杆尾 B过11 对 这样去打 就算是配到11 也是配到右边 4号就不会做 可以做斯诺克 这就是在干法 以及分离角控制上的一个个人理解 这个角度的话 应该 用叫2的话 有可能2号要叫右下方的底带了 但是位置要合适 因为最后用2叫8的时候 如果可以停在2号这个位置去打8当然最好 不行的话 就是要往屏幕上方去走 还是发力 很明显的一个左色的一个旋转 叫到2号位 打进 如果可以停到2号附近的位置就可以 如果不行的话就要发力上去 滴干 还是要拉一步出来啊 包好手底蛋 这是对自己手感很有信心才能打 对 其实我跟你想法一样 也是尽量停啊 对 先保住能过再说 我们俩说的都是一个叫什么 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这是 最干还是有些 因为11在手下的方向有点碍眼啊 所以说个人心里有点小问题 但他应该还是没有考虑太多 对应该不会考虑 其实叫的已经算很不错了 因为手架可以绕过是一 就像一个区别的一个感觉 这个抬起肘步的这个姿势 对于斯诺克选手来说太 你是没有 基本上可以不考虑 不仅仅是对他们啊 很多呢 职业选手大部分都是没问题 这个扣边手架啊 其实最远的当然没问题了 稍微近一点啊 这种提肘 挺舒服的 再近一点呢 可以用凤眼 然后这个腕子这个地方 搭在裤上 然后再近就手架在裤边上了 基本上还都是有合适的距离的 是的 感觉每每到刘松 要领先两盘的时候 就出现一些小状况 然后专家刚刚有机会过来又翻评 说不定 又从昨天晚上看世锦赛了没休息好 也有可能啊 昨天刚好也是 我们要恭喜我们的76年的 这个冰汉啊 得得了这次世锦赛 斯诺克世锦赛的一个冠军 实现了自我的突破 是的 成天刚也是 咱们再观察 留下这颗去叫 8号球的8号球的一个白球位置 那停在哪里 这颗右下角的14最好比较厚 较的稍微有些角度啊 不要太正 哇这个就偏正 这干他也是想较近一点 难度降低进球 但是干法上还是应该再低一点 如果去叫 这干看一下发力啊 一定要发力 争取局就叫同代啊 14与8同一个代 对 好球啊 还是不错 8号球底代 这个位置算是比较理想 这个球 两位球手也是 在一些难度不是很大的 8号球上出现了一些失误 应该留中可以做一杆防守的啊 看一下 包球 8号打死 然后白球上去 上肩刚啊 这一边防守压力很大 尽量打薄一点 对 弹到边裤 让刘松去拼翻带 刘松应该还是会防啊 不会去拼 同样啊 留了一个 不太好防的一个位置 这杆球 张建刚要防守的话 一种情况是打目标球打得极薄 甚至于说先吃库后勾到 然后白球再吃库也可以 对 比较薄 然后白球再上去 另外一种就是 白球停到下方 可以把打到我们屏幕上方 也是双方互相形成两个边裤 但是张建刚现在这种打法 好像好控制一些 对 不过关键还是要眼神 以及这个手上感觉一定要非常好啊 稍后一点 8号球就到代口了 是的 看一下刘松的防守 会不会停在综带 白球又过来了 这样张建刚又是有机会打底带了 有些难度啊 这个球 这个右手不太舒服 对 并且张建刚是右手 说不定换反手反而打进了 果真换了啊 看一下 我们这一届的一个左右手的 角度还是很多啊 自己舒服的手反而没打进 对 第七局 刘松开球 这样再次回到平局3比3 看一下刘松的冲球 不然从球啊 也是没球进 不过张建刚在选择进攻上 虽然是有球可下 不过想完成青台难度还是有的 因为两组颜色球互相也有分别三三两两的再有一些粘到一起或者是互相有些制约 张建刚选择了单侧球进攻 这样的话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调一个合适的6号球用6去K3这样的一个打法 中方本意还是有想说打薄一点用8停白球啊 然后白球停到8附近 然后打6去6K 白球去K3 不过这个球还是 效果打的还是不理想 刘松也是在考虑啊 这干防守的话还是进攻 10秒 反中的 等于说是要拼了一掌啊 并没有说主动想去防守 因为他看了一下对方的一个位置啊 也是有可能 这三号球不是特别好看 对 看一下这根 地球 可以到了9号啊 哎 4号也过来凑麻烦来了 而且 左边的5号啊 进攻上还是有些小难度 他选择3号翻带啊 看一下 哎 还好啊 力量够轻 嗯 虽然吃了一些带脚 但是还是在进去翻面内 1号是有底弹 15号应该是 对5号 看不清是45号 应该是5号球 打进 弹起一点就可以 主要是在控制力度上要去注意 对 滴杆拉一裤 果然 看一下效果 效果还是可以 手感不错 又是这个带 这感觉发力好像过大 发力过大 而且明显出关手手腕有一些拐 也就是说应该 还是说手感的状态 自己的习惯动作打着打着有点 这个应该一些小问题出来了 而且有一点互相影响的意思啊 就有一个词叫什么蝴蝶效应 前一杆 那个8号球的问题造成 刚才心里有阴影可能打的时候 不过这一杆8号球的失误也是有点遗憾 留了分带的气候 这应该啊 8号球中的 看一下 哎呦 稍小了一点啊 不过停的位置还是不错 可能会给刘松在进攻球台上方的时候 造成一些小威胁 不过现在的话 看一下刘松是如何来防守 9号还是15号 15号球几代 组合 白球在向屏幕右方去跑 用11做斯诺克 8号 有打 但是进攻线路上是 不太明显了 张晏刚是不是看看 有没有解两库的线路 或者解一库的线路 这要解一库中带的话 8号球中带 解球风险啊 说实话还是比较大 他也是有在小 我如果跟你拼防的话 你这么多球 我也不算优势 不如我找个机会去解一杆 解尽了的话 我就拨杀成功 你才有解开 他其实不能向真的 不过 这号球 这号球 看我 看我 我们的参赛的球手 应该是认识 看一下白球 差一点吊带 比赛时间已过半 开球啊 没球近带 这样的话就松上场击球 看一下最干 是不是有机会去打四 轻K一下九和黄一的位置 先打二 打近 然后过来还要再次的去看 有可能一号球直接单下 我们屏幕右上方的底带 还是有角度的 轻点 打近 然后用七再去过渡 其实打近的话 一号就在我们屏幕 左下方的这个底带 应该也是有下 这样的话可以试图先去 叫屏幕上方的球 对 先过来叫 可不可以先打一呢 如果有向右的角度 嗯可以 叫三 先把一号 八号旁边的一号打掉 也是可以的 这杆 打三 叫五号 下一下低杆 尽量稍微低一点 然后力度收一收 喂 紧求五小 应该有爆带吧 对 这下球必须爆带 我刚要说 它就出干了 它爆带了吗 没有 这个球不用借力呀 但是应该爆 我就本来就单身 是 作为这个就是熟悉规则的球来说 为了避免万一啊 像这种球 如果你不想借力 你也最好爆一下 万一打得厚和薄一点的话 对吧 刘松第一次来参加 也不是第一次吧 好像 他有 他有 但是他没有想 我估计他本意还是没想借力 因为只需要靠他左边的那个花色球去听球就好了 不需要目标要打后去听这个球 你怎么都要K他边上的花色球 只要低杆深一点 然后稍微力收一点 自然把花色球可以跑 就跟五号球形成角度 还是没有那个就是 没想到那个问题 这种球就应该爆一下那个意识 对 那种个人的就是规则上的一个熟练的意识 他有没有去想 这样机会又回到了张建刚手里 十四 然后屏幕右边的中带 然后再下来架打九号 去最后叫回八 刘松这个也是很可惜 一个规则上的十五 这样上半场应该是张建刚五比三领先刘松了 还有问题 我们休息一会儿 刘松这一下有点可惜 待会儿见 十分钟 第九局 刘松开球 快速模式 经过短暂的局间休息 经过短暂的局间休息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中 刘松上场开球 但是说冲球没有下 这样的话 张建刚上场 首先来看一下张建刚怎么来选择拿走颜色球 这般比分很关键 五比三 六比三 而且刘松又刚刚出过一个小事国 要顶住 对 后面才有机会 十秒 先试 不要被落后两分 这个比分所 所干扰到自己的一个信心 十一号球中的 张建刚还是选择了花色球来进攻 这一K好像 这一K 这个十四号 七号球这个带口单下 感觉上 没有 位置是不理想的 可能也是本来没有 它想K的好一点 对 看一下它如何来处理 还是要先堵带口 这杆堵带口来说 效果 还可以 最起码是阻挡上了刘松的进攻 六号球底带 刘松选择了一杆远台 第一杆拉回来 然后用自己边库的单色球 然后用自己边库的单色球去传下 十四号这样的一个打法 不过就算传下了 对方还是在屏幕 刚才右侧有一个还是带口的十号球啊 现在 五号球底带 十秒 看看是不是能够下 要借力 有这个想法 嗯 对 因为这个球旁边有个七号球嘛 十四被借第一次之后不会躲得太远 对 还会挺到带口 二次借力 看一下这根二号的中带 好球啊 准度稳定性都很高 那么继续还是三号中带 这样的话 这一杆借力就彻底打开了局面啊 嗯 看来还是没怎么受到影响 头脑非常清晰 对 现在就看一较七 一较七这个中带啊 位置较得要稍微舒服一点 哎 先打上面的四号球 然后下来打七 用七较八啊 应该有这样一个想法 七号水底带 嗯 也聪明了 万一要是借到力呢 对吧 肯定是要单下 哎 哦 前一支离还是要打后点 打后点 不要碰到十次 不要碰到十次 对吧 有这样的想法 但这个球跟抱抱带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嗯 就是借十四会不好 嗯 又是同样关键球上出现问题了啊 张建刚 得到了机会 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小鹰沟里翻船确实是不应该啊 四七一这个顺序不是不合理 因为刚才如果先打一叫七的话 七旁边有一个球啊 是有一个花的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进攻线路上的障碍 哎或者是一太薄 都都可能导致他先打四 是的 是的 嗯 感觉很坚决啊 出关的用戴 用时候再调 好 角度稍大一点点 看一下干法控制啊 没问题 角度够直啊 可以先后拉 嗯 还是有一些角度啊 看他有没有可能向侧向右侧上方去那么侧灯一下 还是直接拉 还是要拉回去 不要太多 就这种球不好拿你 因为距离太近了 还是小角度 他刚才考虑了半天啊 叫小面退一户 还是实拉 对对对 这最危险的一个 看一下做防守啊 8号弹出来 争取做斯诺克 我没有做上 留下给刘松的机会来说 刘松想做斯诺克的可能性很小 毕竟是如果说你要做你可能要解一干 解一干做到7号后面 7号手底带 还是拼一个组合 然后白球放到什么地方看一下 放远一点 给张建康留下一个远台进攻的机会 8号手底带 看一下距离 看一下距离 好没问题 嗯 考之如此 何必当初呢 推一下 比这个容易多了 是的 第十局张建康开球 从球有球下 白球的位置虽然说靠屏幕右边边库 不过在进攻上还是可以选择 单侧球底带和花侧球中带来定颜色 张建康选择了花侧球 正在打进 这样的话我们屏幕上的右侧的11号在交位上啊 目前可以找机会打14 或者是15 有机会去叫的话 哎 弹出来一点 对 应该最后面会留下14号去叫11号的左边底带 这根啊尽量要跑两库啊 不要跑一库 打进白球从3号跟1号的缝隙中间钻出来 对 叫9号力量看一下 还是想尖叫14 不过没关系 用久再调14 还是球中取过两个中带的中心线就可以了 往上不要太多 还可以用力量来控制 不要走太远 轻轻易碰 下很强的反赛 还是台尼速度还是快 这么强反赛 但是没有 去太明显效果 因为台尼 角度也是 角度也比较大 啊 关键还是力量这个 确实 啊 比较大 看一下用6号 请求 8号速中带 可惜了 645 没包带啊 一下里外里不知道要输掉多少局了 对 这个就是规则上的一个经验 我个人啊 如果从球的一些技术风格角度来说 我是比较喜欢摩尔菲 但是当后来有听说啊 比较好 比较好 这个练球的一些情况啊 包括他个人和摩尔菲 同时做的一些慈善上的一些啊 动作 那我觉得比较好也是很值得让我尊敬 嗯 至少能从一些访谈中看出的这个性情中 这个可以一会再说 对 我听说这个人很厚道 而且包括昨天 嗯 主持在里边也在说啊 基本上球手在比赛中对他一些要求 都是有球必应 啊 帮个忙啊 帮个忙啊 什么都会答应对方 好的我们再一次回到比赛中 悬崖边上 而且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 对 7比3的比分啊 落后4分 并且时间是25分钟 对于两位选手来说 时间肯定是够用的啊 打个四五盘 但是因为比赛是轮番冲球制 对 如果张建刚有一盘冲球下 或者说你有一盘就算冲球下 中间没有打光 对方还是有机会去拿下一分 反正比赛 嗯 这盘球也是逼着留松各种小细腻了 对 小细腻 青台一定要主动拿分 过来看一下 打完十之后就要十二的一个位置 继续啊 架端进攻 十二岁底段 没问题啊 加按功力非常深厚 而且八号球在带口 这个按只要打进不要强球 十二号 对 八号球几单 青台应该来说问题是不大的 十一局 刘松盛 昨天四五七开球青台 呃 就因为是这样的 目前的冲球方式是轮重 是的 那你连续青台的话是四三 这个怎么去看 没有 还是在以后的阶段 就已经没有所谓的连续青台奖 啊 有青台王奖 青台王奖 单战青台次数对最多者 获2000元奖金 如果打平的话 平分 包括街青跟炸青 只有炸青 只有炸青 只有炸青是吧 啊 青台王的这样一个奖项 对的 哦 是这样的情况啊 我个人其实 当我这个 打球的球手来问我的时候啊 我也在想是啊 连续青台奖 那等于说我们在 看赛规的时候 这个规则上没有特别 有写 竞赛规程和秩序测场都很明确 是的 其实要说这种轮流冲球的连续青台啊 咱们俩都知道 上个赛季总决赛 一个是梅林对杨帆的时候的梅林 一个是杨帆对正义国决赛时候的杨帆 对 都是七次 对对 目前这个记录应该还是 目前为止 还是没人追过的 中在六号啊 推的也是很准 这样的话要拼一个中台的五号 八号球体带 张建刚也是过来再次确认一下 打完之后的一个白球的位置 很准啊 然后打四叫三号中带 用三在过渡上来叫黄一 同样啊 这杨八号球在带头 只需要最后一颗球打进 并且不犯规 就应该可以完成这一盘 谁先上手谁被让免扒下的事 嗯 看一下这杨 白球的一个空位啊 用中高杆去推甚至于中杆 不要太小 哎力量 我刚要说啊 力量不要太小啊 因为毕竟黄一还是靠近顶库上比较多了 并没有说离库别人很远 只需要稳稳打进 哦 没问题了 哦 可惜了 刘宋 嗯 恭喜张建刚 法律师赞上了刘宋 谢谢 请双方选手签字 这个时段的直播就到这里 等一会儿一点半的时候 欢迎大家欣赏下一场比赛 乔氏台球桌 央视中士巴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